大家好 我是方角山 近年有許多島塌樹木而引致悲劇 希望能盡早完成樹藝師課程和考埋牌 幫助社會 香港樹木的問題已經很多年了 如果等政府就真是浪費氣 不如我們可以帶大家拍一段影片 讓大家知道哪些是藝樹而懂得分別 然後令每一個香港市民 人人都可以做樹藝師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第一個點 嗨 第一個點來到坑口上寧公園 很多單車徑和行人路都有很多途人走過 我找到第一棵樹 這棵是藝樹 為何會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看清楚這棵白色的松樹 然後上面樹幹的樹枝已經有一些白色的珍菌 甚至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洞 已經是偷通了 如果這棵樹再不理會 其實也會有倒塌的危險 慶幸這棵樹也非常幼 所以影響沒有那麼嚴重 但還是要盡早處理的 去到第二個點 就是寶林的泳池旁 我帶大家去看看這棵樹 大家一看到這棵樹的特色 就是有很大的樹幹爆裂了 大家會想想為何樹幹爆裂呢 其實它可能很久都沒有人理會 你看一下它 已經生長了很多水環豬 兼且一些其他寄生植物 是放在它身上的 證明它就非常不健康 再加上另一件事 它爆裂上面的頸 就是它取不到養份 很多太茂盛 其他樹幹 可能在樹葉和樺丫 也覆蓋了很多太陽光 所以它的光合作動也做不到 所以它就要靠其他水環豬去生長 第二件事 這棵爆裂了的樹幹 其實很多人都有根坑 所以第二種方法 留意就是樹幹爆裂 我接著再帶大家去看第三個點 我們第三個點 在將軍澳的運動場旁邊 這裏有單車鏡也有行人道 你看到後面的樹木 其實它的高度更高於街燈 而且傾斜度是非常之高的 這棵也是台灣雙枝樹林 其實樹林也有一個限制 某個程度上在斜棚 就不太適合種這些樹種 因為如果這樣十年 就有可能 因為它有倒闊的機會更高 很多人都說樹木茂盛是好 但當樹木或樹枝 茂盛的程度 令樹丫重量過重的時候 亦都會造成倒塌 或者危害到途人的風險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三招 如何分辨危樹 包括什麼呢 一 真菌 二 樹幹的破裂 第三 樹木過分茂盛 好像後面一樣都會倒塌 可惜政府現在 舉報危樹都是靠一百二三 我建議政府要設立一些專線 去給市民去舉報 確保樹木是健康生長 然後令到市民 可以安全地在社區生活 今次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還有更加下面的鈴鈴 拜拜